Hello 各位朋友,很久不見了 今天我就想說一下 6月份的Market Watch是怎樣的 6月呢 今年的6月比起去年的6月 Sales就升了 去年是6400多 今年是7400多 多了一千元 新的listing就下跌了 即是新拿出來賣的listing 去年6月是16000多 但今年的6月是15800 少了一點 少了好少 Active listing也是下跌了 去年是16000多 今年是14000多 Active的 就下跌了差不多12% 那價錢 那價錢 Average的價錢 去年是114萬 左右 但是呢 今年6月呢 就是升了 118萬多 就是Average 升了大約3.2% 去年 今年到現在的Sales是38696 就下跌了17% 去年 去年 比起去年 但價錢 就是升了 去年呢 就是 去年呢 就是 去年呢 就是 去年呢 Average Sales是114萬多 但是 在2023年呢 由1月開始 到現在呢 就已經升了很多了 就是 每個月都升了 就是 由1月到現在6月呢 就已經升了很多了 那新樓呢 那新樓呢 有到 是有3100幾的 New Home Sales 去到5月 但是 Single Family呢 就是有 1133的Single Family 1,976 就下跌了一些 比去年 那麼 就是 價錢就升了 但是成交就少了 就是 那個意思 那 因為 通常都是因為 為什麼呢 因為 利息加了 因為現在 銀行的利息 都還沒有減 可以減 減 如果 等到 是 那個 interest rate 減 呢 的時候呢 那 就是 那個 價錢 就會升得很快 還有很急 應該 因為現在 你的價錢 就是因為 interest rate 拖著了 而已 但是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 因為 現在 政府呢 要 買樓花呢 那些 建築者呢 就可以 照 每一個 unit 多少錢 這樣 就可以買 但是呢 因為 政府規定 現在 每個建築者 要拿20%出來 做Affortable Housing 就是 由 明年開始 所以 如果你明年買 就有些問題 價錢 還會高一點 因為 為什麼呢 譬如 那個 建築者 政府規定 他20% Affortable Housing Affortable Housing 當然是便宜一點 是不是 那 建築者 沒有理由是 虧本的 那他便宜了 賺少了 或者 沒有賺 他把那些價錢 便宜了 那些價錢 他便會加回 那些 正常的 unit 那裏 變成你正常的 unit 就賣貴了 因為那些 Affortable Housing 的 difference 就加了上去 那由明年開始 政府就規定 建築者 一定要這樣做 那如果 你明年買 但是呢 如果你沒有資格 買Affortable Housing 那 那 你如果 一座大廈裡面 有20% 是Affortable Housing 那便便宜一點 那 其他那些 unit 就會貴了 所以 雖然 其實 你如果 買樓花 又不需要 供樓自己 因為 還沒建好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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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樓 所以 又不關你 所以 如果 現在 你買樓花 就好 你明年才買 因為明年 肯定 是貴過 今年的 OK 那 就關於 這個 銀行貸款 BMO 有個 Special Finance Program 是給了一些 新移民的 即 五年內 如果 或者 Returning Immigrant 那 或者 你 Citizen 就兩年 Pre-construction 那個 Market Value 那 就是 可以 做一個 Special Program 那 BNO 就有 很多 優惠給一些 新移民 或者 Returning 的 Citizen 所以 如果 你是 因為 Bello Montjuo BMO 它 就是 加拿大有行 在香港有分行 有 中國都有 上海 北京都有 如果 你們 在中國 做事 或者香港 做事 你的 income 都是計的 所以 如果 你在這裏買 你在那邊 做事 都可以計 你那邊的收入 來取消費 OK 如果 有問題 可以打電話給我 我電話是 416-930-0899 關於新盤 就是 Bovell Bovell 就是在400 那裏 City of Warn 兩座 West Tower 有兩座已經建了 現在是 第二座 West Tower 已經開賣了 就是 Manki 是非常 Location 是很 那裏有很大的地方 很多 有很大的公園 很多 如果 誰想要資料 就可以問我 M City 6 by Rogers 就是 launch 在9月 10月 就會開賣 大約 市場 就是差不多 如果 你們 誰想 買 牛花 就可以 給我電話 關於 新盤 如果 re-sale 就是 要 要拿 mortgage 如果re-sale 就馬上拿 mortgage 如果 有問題 就可以 召喚我 如果 你繼續想看我 Marketwatch 那些 視頻 你又點個讚 或者 subscribe 或者 叫多些人看 或者是 香港 海外 或者 那些人 都可以收我 視頻 有問題 可以打電話 OK 如果 誰想租屋 我手頭上 有些 房間 Townhouse Condo 都有 租的 如果 你們認識的 朋友 或者學生 想租房 或者 Masaka UT Downtown 或者 Wood Beach Single 只想租單一個房間 我手頭上都有 你可以 打電話給我 OK 今天說到這裡 再見 拜拜